哈喽各位经理人月刊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经理人月刊的文稿主编悲宣 今天在我们新书派出的节目 跟大家邀请到了 最近刚出新书的作者 这本书过度努力的作者 资商心理师慕姿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 我们请慕姿来跟经理人月刊的读者打个招呼 哈喽 贝萱好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慕姿 其实大家知道慕姿大概就会是 在2017年出版的这一本 情绪勒索 因为这一本一出 我想大家就对慕姿 对 它里面描述的很多现象都是 我好像有这个感受 我被人家到最后甚至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词 大家甚至有点说 我是不是被情绪勒索了 或者在职场上面对不得不拒绝别人的这些场合的时候 就觉得我是不是又犯了这些毛病 所以我想情绪勒索那时候一出来就很红嘛 那今年募资出的新书叫做过度努力 那这本过度努力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从情绪勒索到过度你 那这个中间你看到了台湾社会 或者是说大部分的人在跟你谈的时候 会有哪一些现象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出书的部分还蛮 我还蛮喜欢去讨论关于就是台湾 台湾的一些结构或是我们一些文化约定俗成的事情是怎么影响我们 比如说像情绪勒索 其实他在讨论的是当我们面对孝顺面对权威 我们有很多道德上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或是好的 可是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发现其实我的心并不真的这么是同意认同这个部分 我就会有很多的勉强 所以在这个部分它跟我们的文化结构性是有关 倒不是说像现在 可是现在的使用可能大家会误以为说情绪勒索是用来骂人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骂人情绪勒索我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 讲一句那个套一句老话就是历史工业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有点像抓交替 就是我被勒索然后再去勒索别人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文化上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在后来出了关西黑洞 在后来出了他们都说你应该 其实谈的也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对于一个身份会被赋予很多责任的时候 我在面对这些责任跟别人的期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过度努力某方面它算是一个极大层 这个极大层的意思是我 我觉得我在重新的去探讨 因为努力本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强调 特别是必须讲一句实话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努力可以成功 那我们人生为了要成功我就要付出很多努力 所以才会就是你不能停在那边 就是你强中自有强中守 然后什么就是你要一直努力 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是我们蛮认可的一个观念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它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有一点意义 因为就是我们在疫情时代的时候 你发现有很多事情努力不一定有用 然后你会发现可是问题是你好习惯就是用以前的那个方式去努力 你开始会遇到了一些挫折 然后遇到一些你可能那些伤害其实一直重复性的存在 可是对你来说你可能很习惯这个做法 所以你也不晓得是不是有其他做法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比方说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过度努力 还是只是普通努力 这个有层次上面的分别吗 其实蛮多人 因为就是现在到这个就是这本书出出来 好多人问我那过度努力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这本书是在写故事 但大家还会问我 其实可是我觉得过度努力的定义其实就在你自己 可是我觉得在自己的意思是说 你其实觉得好累好累 甚至有时候你在想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可是你常常别无选择的觉得你只能用这个方式去走 甚至是你一直认为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 你才可以得到爱 得到自我价值 得到肯定 得到那些你很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觉得你只有这一个方式才能得到 可是有些事情不一定你用这个方式得得到 就比方说在职场上 我可能老板交代我什么事情 我如果好像不是我责任范围 我该接求吗 我该接吗 然后好像是不是我主动承担了 老板才会觉得看得见我的努力 但其实我心里是抗拒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说 我是不是有点为了要讨好 就是讨好或是在自己在公司上为了表现好 但是接了一个让我自己心灵在劳动了 情绪在劳动是这个意思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会觉得说 比如说我很习惯我认为我一定要很有用 我一定要很努力 所以我很习惯包含别人的责任我一样去扛 别人的问题我一样去做 然后我去做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累很痛苦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很习惯用这个方法去证明我的价值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是你今天叫我做那你就不要做 不爽不要做 我还不敢 重点是我不敢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不做了 别人会不会就觉得我很没有用 觉得我很糟糕 觉得我很不好 我会被很多的羞愧感给淹没 然后甚至我会很受不了我自己这么没有用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 所以我只有一直努力的这一个选择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连带的有很多 因为我一直努力我就是想被看到 然后有时候就会连带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同事 他升迁了 他升主管了 其实他的升迁跟我本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其实他升迁升迁他的嘛 那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薪水变得比较少 不过我看他升迁 我就觉得简直就像自己被打两巴掌 好像在讲我就是不够好 可是其实他升迁 他升迁有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他的选择 他可能很在乎 就是他喜欢当主管 主管需要管人什么的 可能你不想升迁是因为 也许你并没有那么想当主管 可是你不想那么想管人 所以你其实原本的努力就不是在那个方向 可是你又希望就是那种 我全部都要赢 就是我虽然没有要选这个 但我都要 我也不能输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比你 他到了一个位置 你就觉得他好像比你好 他比你好就好像你输了 你不够好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 总是必须要一直努力去超越 超越什么东西的感受 会让我们不小心很容易 不小心掉到比较 然后去在乎那些 你其实没有那么在乎的东西 然后去努力去做到 就你以为你要靠这样子的方式 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 结果后来你发现你这么努力 也不一定得得到你想要的 也比如说爱 比如说肯定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 如果对方你要在某个人的身上 要肯定就会变成 他就发现这样要得到 他跟你 你就很像那个聚宝 有一个聚宝锤 敲你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会一直敲你 他就会一直要求你 因为那个要求 你就会很努力 你就会要到 他就会得到他要的东西 所以停不下来 你永远得不到他的肯定 所以其实这样 我这样说好 我孤独努力听起来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在 不管在情绪上也好 责任范围上好 可能不关你的事 可能不是你范围里面 应该要负责任的事情 可是你却因此 对这件事情感到了愧疚 感到了有责任感 然后甚至为了这个感受 而做出某种 我为了要得到这个 让自己比较舒服 或没有愧疚感的感觉 然后再去做一些 别的事情 然后为了得到肯定也好 爱也好 所以我做了更多的努力或付出 这样子可以称之为过度努力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再清楚一点定义 过度努力是一个生存策略 也就是说努力是一个生存策略 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生存 所以我很习惯用这个方式去生存 可是因为我只会这个策略 所以我有时候会不小心过度 然后我不小心过度之后 我不晓得我过度 因为我只会这个策略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一直做到最尽头 那我觉得可以感觉到自己过度的朋友 其实很幸运 因为你 就是我是说真的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他发现 他感受得到他能力的 的那一个极限 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过度 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他 他发现他自己就像 他对他自己就像去敲那个聚宝尘 他就真的每次敲就有东西出来 每次敲都出来 我就再加油一下就好了 我就再多花一点时间就好了 再加油一点我就会赢 再加油一点我会赢 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一直刺激你的脑 然后惩才是脑内飞 你就会误以为就是这个快乐就是你要 可是你停下来你就会空虚 你就会害怕 就是那句话 觉得寂寞觉得冷 然后你就很害怕这个寂寞跟冷 你就会继续往前冲 因为你只要冲 在过那个过程会填满你的那一个寂寞跟冷 你不用去面对这个感受 所以我们有在这本书里面 我会我用故事去讲 是想要去去讲 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分类 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定义 我们有时候在靠努力 是为了逃开一些什么 可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去面对那一些什么 我就是一直跑 然后一直跑看起来跑得很前面 但是其实我还是没有去面对那些我人生应该面对的痛苦跟课题 因为刚刚穆姿有提到就这本书其实跟他过往的里面 其实讲的方说故事的方法不太一样 因为过往可能像是情绪勒索或是关系黑洞 这样的都是我先定义一下 我先告诉大家 像我们刚刚开始一开始谈的就是什么是过度努力 什么是情绪勒索 你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但是其实过度努力 好像是有点写作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也想要借这种写作的方式告诉大家说 我不是急着问怎么办 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在我就是过度努力的这群就是朋友 我发现有个特色就是大家很习惯要赶快想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是问题解决高手 就是我遇到问题我遇到我没有进步 我遇到我有困难 我要赶快想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看到你书上写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那个状况跟我好像啊怎么办 就是会很想要赶快说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我出这本书很大一个目的是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的过程中 其实常常会忘记去关心关怀 这么努力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其实没有什么机会给这么努力的自己一点温柔 我甚至我也不好奇为什么我会这么做 就是我过度努力过度努力不好 所以我要改掉过度努力 请问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我会过度努力呢 大家会不会好奇这件事情 会不会好奇说我想要达到什么 我才会这么努力 它真的不好吗 它是不是也帮助我做到了一些事情 可是是不是当它太过的时候会让我停不下来变得很辛苦 那那个辛苦是我很重要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处理这个辛苦 我又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 可是不然就是就会变成我给你方法你也不见得做得到吗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方法 看了这么多书 就会出现那种我头脑都知道 我心里就做不到吧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 你就告诉一个说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就放松已经够好了 然后全部人就会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够好 那个还有好还有更好 你看我们那个谁他怎么几岁就当上什么东西 你怎么会这样子说呢 那这样停不下来 那我停不下来 这样子我就会有一些状况 可是我是停不下来啊 这个世界就是竞争这么近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人生就变得很艰难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它没有正确答案 也就是我觉得关于你自己人生的事情 它没有正确答案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让你 你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使用某些策略 一定有你的理由 然后它一定有功能 可是这个功能有可能它以前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现在可能并不是一直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得重新去思考 我为什么想用这个方式解决某些问题 那现在这个方式它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我很期待别人可以爱我 可是我不相信我有价值 所以我很习惯一直用 我很有用去证明 让证明让更多人可以爱我 可是我发现我去让 就是去帮很多人服务 做了很多事情之后 其实我非常非常累 甚至我会因为这样更觉得说 所以你们爱我 不是因为我吗 是因为我做了那些事情 所以你心里就会有那种自虐型的 自暴自弃的感觉 可是因为你越这么想 你就越害怕 你就越停不下来 你就成为 对成为一只仓促 我想问一下就木资自己在 搜发到目前的人生经历当中 有过察觉过自己有这个过度努力的现象 或是你看到实在树里的个案 有没有什么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们常常会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就是心理师他会很对某些主题有兴趣 通常都是自己有遇到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看我的序的朋友也会发现 好像我自己也有提到说 我自己也是算是一个蛮过度努力的人 可是蛮好玩的哦 就是我也有在一些其他地方分享过说 你问过度努力的人就是 有没有过度努力 大家有时候没什么病逝感 就是我说你能够知道自己过度努力是幸福的 因为至少你感受过你能力的极限 有些人是就他真的怎么推怎么推 他就真的有东西出得来 你问他有没有过度努力 他会跟你说什么 他就说没有啊 我刚刚好努力而已啊 我哪有过度 我就是人生不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去感受自己过度努力 其实很困难 不过我自己有感受到就是 我自己的确在某些时候 非常在意别人的需求 所以我会为了别人需求 去勉强自己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我在勉强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无可奈何别无选择的那个感觉 那那个感觉其实会困住我 因为我可能有心里有一个觉得 我好累哦 我不想做我不想做 可是另外一个声音有 我不敢不做我不敢不做 我会想到很多不做之后的后果 然后通常都会想得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这么去辨识 就是你的前进是因为你好想做这件事 还是因为你害怕你不做这件事情 就会发生什么很糟糕的事 OK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判别指导 然后就比方说有人公司有同事 拜托你做某件事 其实你心里是不想的 那这个叫做如果你有意识到 其实它就是一种我开始要勉强我自己 我可能有一点点过度努力的倾向 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 还好嘛这件事情 我OK啊小事啊 做就是神爱世人我爱你 做好事 结好人这样 我如果这样子做 可能以后就是也关系比较好啊 但以后我需要帮忙 他就会帮忙我啊这样子 可能就会就会还好 可是有些人是我心里就是 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没有他大部分都没有很诚实 他还是就是做了 好所以我其实里面 这本书里面最有感的就是 我到底发生什么 就是大部分是想要知道说 我该怎么办寻求解决方法 但其实第一个时间应该是 可能你发现自己 有一点不舒服的状况 应该是停下来说问 我到底发生什么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觉不舒服 应该是要这样子去处理 面对你的情绪吗 对其实这本书因为写法 他就是一个很像心理智商的进程 这跟我以前的写法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写法真的都会是 好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过度努力啊 过度努力的人长得怎么样啊 然后怎么样可以不要过度努力啊 这就是大家很期待的 那这次又是故事 为什么故事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理解 每个人的困境 他在这个时候是什么 可是我常常没有办法去理解 自己的困境 所以我看这本书 我可能有机会知道 如果我想要探索自己的困境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怎么去听我自己的声音 怎么去问自己 因为的确有很多过度努力的人 他还有个特色 就像他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困难 就是我常常在意的 都是别人的感受跟需求 所以我自己这一个新的这个容器 其实装的都是别人 然后所以当我今天想要 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 因为我装的都是别人 就把别人的感受放在 比我的感受还要更前面 对 更前面 甚至我是用这个 去感受别人感受的方式 去让自己不用去面对 那一些我自己的恐惧跟害怕 所以我现在要去面对自己的感受 我得把别人倒出来 可是这个倒出来的过程 对大家是很困难 因为你倒出来之后 你就空掉了 那你要去面对自己的感受 就会包含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困难 去面对这些东西就是创伤 那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必须要去面对 原来我是很害怕被抛弃 我是害怕别人不爱我 所以我得那么努力 天啊 这个问题多难啊 那我还不如努力做事情 然后得到那一次一次被肯定的感受 事情就解决了嘛 我干嘛要去面对那么痛苦的事 对 因为面对自己真的蛮难 你要这样一一一 好像在发什么这样 一根一根一丝一丝这样发 然后这个太复杂了 那其实很痛苦 所以我也必须诚实地说 在此呼吁各位朋友 就是你在看这本书 如果中间你觉得有一些不舒服 你不用硬一直看 你可以停下来 连看书也不要太困难 不用太努力 不用努力看完 我之前还有因为朋友买不到这本书 他还说连买这本书都感受到 过度努力的过程 我要加刀 只加书点 不用这样 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从里面 有感受到一点什么 你可以停下来问问 你自己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发现这里面 会有时候勾起了一些你的创伤 你需要找个人谈一谈 如果有必要的话 的确需要找个专业的人士 稍微去厘清一下 甚至去稍微去看清楚 你的创伤是什么 可是在这之间你没有硬着 一定要硬着头顾 把它硬看完不可不舒服 你就是先停下来 因为要去探索自己不想去面对的事情 不会只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不勇敢 你不想面对 不是 是那个东西有时候太痛了 我不想要再重演一个 比如说我小时候被别人看不起 然后被别人丢东西被霸凌 我发现了那是因为可能是我功课不够好 我长相不够好 我什么东西不够好 那是一个非常丢脸 非常无助 非常痛苦羞愧的感觉 于是我想要离开 我想要把这个感觉丢掉 也把那个不好的自己丢掉 我就很努力 我就很努力让自己做到一个程度 现在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可是那个痛苦是不是还在 还在我把它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可是对我来说 回到那一个状态 我现在要把那些别人的感觉 别人的肯定拿掉 我要跟他就是面对面 就是去面对这个困难 那有没有很痛苦 那超痛苦的 因为那会让我自己觉得很无助 所以那不是荣誉的事 因为这里面有八个故事 然后你把每一个故事都贴了一个 我会认为他是好像像标签的东西 比方说一定要赢的先生 然后不犯错的小姐 然后或者是完美的妈妈 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里面 我好像都会找到一点点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或者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自己的影子 然后里面有一个 我自己影响也很深刻 就是在说 有时候你长大了以后你会 尤其是很多小孩子 就会说 我希望我长大以后 跟我的爸爸妈妈不太一样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好像在想 为什么你要 应该是停下来想想 为什么你要跟 你要你自己要觉得 你要觉得说 你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不一样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困扰 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 我为什么要急着讨好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急着证明我自己 OK没有问题 是要站在那个时刻 你要有有觉察的是吗 的确是 可是这个觉察真的好难 很困难 真的好难 其实我那时候在刚开始念资商的时候 我听到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讲 就是最大的要去面对你跟父母的困难 其实不是你跟他不一样就好 因为你想跟他完全不一样 也代表这个创伤还是影响你 因为你想你跟他一样的确被影响 这很容易理解 那我打死就是不想跟他一样 甚至我选择伴侣 绝对不要长跟他们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你就是 这个我一定不要 可是他们身上放到你身上的东西 是不是有部分变成 也许有些特质很类似 可是在你身上你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演绎 会啊会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可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分辨的这么清楚 我们会看到自己只要有一点点跟对方相像 我们除二物尽 就要赶快把它消灭掉 可是有可能其实他对你的影响 跟他对你父母的影响 其实不一样的 你有一些选择权会让这些东西 即使看起来是很相像的东西 可是在你身上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唯一有自己去 就是面对也就承认 这些创伤对你的影响 然后自己去分辨 就所谓我们在心理学的用词叫分化 就是长大 你个体化了 我跟我爸妈真的是不一样的人 我不用永远就是内心都是填满了 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需要 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我不要跟他们一样 这些东西我可以把他们拿掉 我自己才有办法长出力量 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对啊 那这样像比方说我 我看到了这八个故事里面 我第一个想好 其实一开始的就是 比方说里面有些故事都会提到说 他来资商所的时候 他其实一开始是抗拒的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 我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要来把我的内心给你 我过得很好啊 那可是其实 你刚刚也有提到的所谓的病逝感 那比方我们日常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如何在那个当下 发现自己好 我发现我的情绪有不舒服了 我应该要告诉自己 我不要 我停止了 我不要再做过多的事情 这个是有办法体会的吗 其实我还是回到一个很重要东西 世主一切都要看你自己 就是回到你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强调说 你必须把别人清空 你的感觉才生得出来 你才知道对于别人 有些人觉得这样已经太累 可是对你可能还好 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可是有些事情对别人可能还好 可是对你可能很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一些东西清空 把你自己生出来之后 你才能辨识哪些东西 对你来说是你自己的答案 所以就像在这个过程中 我要怎么去知道 我现在已经太过 太多 有的时候的确是身体的一些症状 它会提醒你 有时候是你心理上就觉得好累 可是你好累 你马上就跟自己说不行 我应该要 这个时候就有毛病了 对 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好累 那我让自己休息一下 还好吧 可是你想着这么想的时候 你就觉得 天哪 我好像对不起国家民族社会的时候 像对不起谁 像对不起谁 算了算了 对 所以这一个停不下来 它都有理由 先了解自己的理由很重要 所以我现在谈的就不是说 你不能有罪恶感 不 你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会有罪恶感 那就是先这样 OK 这是好难 先这样就是我先这样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 因为有罪恶感 我就没办法休息 那我知道就是这样 OK 我不强迫自己一定要 那有时候我都会开玩笑说 就是怎么样会让我自己 可以停下来呢 够累就会 但我这次开玩笑 有些人到够累 他还是不会 可是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现在的状况 有些时候我会有困难 我没有办法做出 我最期待的那个选择 但没有关系这就是我 OK 好 所以学习接受自己当下的反应跟情绪 跟状态 跟状态 对我现在就是只能做到这样 OK 好 这光是这个可能就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学习 没错 就是不要一直叫自己 一直要前进 一直要改 我就是这样 好 我就是会嫉妒别人 我看到人家生死 我知道那没有关系 但我就是会嫉妒 就我不高兴 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老板偏心 没关系 我有 察觉到了 我有觉察到自己这件事 我就会知道我后面在做一些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那我就可以选择 OK 所以不是因为 我发现这情绪 那我赶快反应了 是我先 我知道了 好 那我慢一下 我想一下我后面到底做什么 但是这个做什么都是基于某一个情绪上的原因 没错 没错 我可以理解我自己 就会扩展我的选择 听起来好像这个过度努力在教大家怎么样练习 理解自己 对 对自己有好奇心 然后可以了解 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嫉妒他 我没有意识 我就忍不住别人讲他的人 我就会酸个几句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如果我知道 我就是觉得他没很厉害 为什么生他不是生我 我知道我就是在这件事 我在那个时候要不要酸他 我就可以有选择 OK 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这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 然后你就不会成为你自己也不喜欢的那种人 你讲了人家的坏话 你就说我怎么这样 我好糟糕 可是当下你如果不晓得这个情绪 你就会很想讲 这个就是场景嘛 对对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没有 可是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这个心情状态 都可能会有出发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人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越有觉察 其实光觉察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 就会帮助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 你可以停一下 就是停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之后其实你可能做出来的选择 就比较是属于忠于自己的 对对对 他没有好坏 他可能是比较忠于自己的选择 对对对对 那个过程就是选择 有时候你可能也还是会比较就是偏向别人 会为了别人 所以你做那个选择 可是那你就知道你为了什么嘛 因为你可能有一些你自己的理由 那就是亲民就很重要 对 突然间有宗教 太好笑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慕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 过度努力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欢迎就是 欢迎就是 再加上看看慕姿的新书把他拿下来 或者是收到我们经理人月刊的网站 如果你对今天的访谈 或是后续慕姿谈到更多的事情有兴趣 也都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今天非常谢谢慕姿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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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